个人自卫权丧失的根源 大家好,我是龚师傅 欢迎来到营娟频道 下文原创漫天雪798 来自微信公众号漫天plus 正当防卫的权利为什么会丧失 马克思说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 国家机器的典型特征就是军队警察和监狱 它是正确的 经济学对于国家的定义是 在一定领土疆域内垄断安保和司法 以强制性争联为存在基础的组织 判断一个定义是否正确的原则是 它是否毫无例外的具有普世性 并且经得起逻辑的检验 当今民主的美国国家符合上述定义 它的统治阶级就是拜登国会议员 政府官员等实税阶层 通过民主的手段 侵犯另一群人产权 对少数人发号失令的人 就是加入了统治阶级 谁要是不服从美国统治阶级的命令 他会被惩罚 投进监狱 甚至流亡和死亡 任何国家都必然想要设法垄断以下领域 第一 教育 教育是塑造观念的手段 观念上的竞争将威胁它的存在 第二 交通通讯 交通通讯是控制的重要手段 第三 货币 法定纸币可以摆脱金属货币的限制 无限量的发行 第四 安保和司法生产 当一个团体实现安保和司法垄断的时候 它就变成了一个实质性的国家 垄断安保的意思是必须将所有人解除武装 由此必须依靠垄断机构提供的安全保障 垄断司法意思是只有垄断机构才能生产法律和秩序 由此人们既丧失了防卫的权力 也丧失了防卫的能力 这就是个人防卫权丧失的根源 每个人拥有自卫权是产权的范畴 自由的范畴 如果没有对自身生命和财产权的防卫和惩罚权 你就不能说自己拥有完整的产权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 关于持枪权的规定 以及背后蕴含的思想和论证过程 是美国自由精神的典范 但是从美国联邦政府建立的第一天 它就垄断了全美的安保和司法 美国人的放卫权就已经受到了侵犯 尽管他们还有持枪权 但是若有人想退出这个垄断安保的庞大组织 结果就是一场死亡75万人的南北战争 他们没有了退出权 丧失了自由选择安保机构的权利 几乎所有美国人也都相信 他们需要一个终极暴力 需要由一个终极的裁断 以定分指征 但需要它并不等于 它必须由垄断机构提供 就这样 曾经绝奥不驯的美国人 也正在慢慢丧失仅有的那一点自卫权 各种空腔运动就是民政 其原因前面已经给出了答案 因为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在不断扩张 而扩张的原因是人们都相信它扩张了 对自己有利 而在观念上支持它扩张 直到有一天发现事情有一点不对劲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期见 拜拜